大家好,我是一佩 我是泰妮 新年快乐各位 这是2021年的第一条片 希望新年可以一套过一年的乌气 大家健健康康 由于这个堂食禁令仍然在继续 晚餐的budget 不如就用来吃高级的午餐 今天我们来到中环一间日式放题 有这个任食的雪长蟹脚 想知道如何去的话 就不要走开了 要去这间餐厅很容易的 在娱乐行即现在的迪卡龙的右手边 一直向山上的方向走 走到差不多尽头 就会来到这一栋California Tower 这间Fumi餐厅在六楼 大厦外面的水牌也有写着价钱 这个星期六和日限定的方题 是由12点到3点就收480元 价钱是有点贵的 不过绝对是值的 一出升降机 已经见到有很多座位 我们不知道它的座位是如何安排 不过如果你想坐得有私隐度高点的位 最好都是早点来好点 大家看看menu先 它食物的款式不是说很多 每人可以选一款主菜 如果大家加钱的话 还可以有任何饮品 我们坐下 事应有问我们 要不需要全部东西都吃一次 那我们就选了自己看menu 自己讀想吃的东西 首先想的就是这个蟹子沙鱼 我就觉得挺好吃的 你觉得呢 它那些青瓜 它特意去吸干水 反而就没有水分去弄起沙律醬 其实我觉得呢 我喜欢它没有弄起沙律醬 我觉得这样才好吃 之后还有几款冷盆 冷盆三盆其实我们都叫了 这个烟鸭烹配盐汁都不错的 不过呢 我们就喜欢这个烤牛肉配柚子汁多些 我们觉得它的牛肉呢 是非常之软的 而且呢 它也都配上一些很新鲜的红洋葱 再加上那个酸微微的柚子汁 这个挺好吃 其实来到这里 给到480元一位呢 怎可以不吃它这里的雪长蟹脚 雪长蟹脚是什么 就是出名的蟹脚 够粗 够多肉 大家看一下 一打开全部都是肉 不过它的蟹味就不会很浓 所以它也有配一个蟹草给它点 就是用蟹草去调出鲜味 我们都吃了很多 我们都叫了三次 每人大约有七件八件 咬了三次之后 都吃得很满足 接着上来的这个刺身呢 每一款都相当之有质素的 不会有一款有腥味 或者有雪味 我们之后呢 都有再重新再叫过 特别是个带子 大家看一下它切得很厚的 而且肉质都非常鲜甜 我想特别提一提它的山葵 它的芥末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480元一个日式房提是比较贵的 但如果你去平时那些 200-300元的房提 有时它的芥末是被一包包擠下去的 那种完全是没有那个质感在里的 process了的味 那这里就用了一个 真的吃得出有一粒粒质感的 接着呢我们就可以讲一下那几种卷物了 加州卷就普普通通了 这个新辣杂感刺身泰卷呢 吃下去是很明显的麻辣香的 不过呢就不辣的 怕吃辣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点 这个鰻鱼卷呢 虽然这个鰻鱼看起来小小的 但是我觉得配上的芝麻是挺香的 因为这样呢 我们后来的主菜呢 都叫了这个鰻鱼饭 接着呢就看一下这一款天婦罗啦 Menu 说只有两款野菜而已 不过最后上来呢 是有三款的 你好像挺喜欢吃这个秋葵喔 其实我平时没有吃过秋葵 我觉得那个臭情味太厉害了 但是它这个炸一炸呢 里面其实挺像茄子的 看你都吃得挺开心 嗯 这个粟米芯呢就普普通通啦 那刚才那两款野菜天婦罗就平时比较少见啦 如果不适合吃的不要紧 它有这个最稳定最安全的选择 南瓜天婦罗 甜甜的炸一炸的不一定好吃啦 平时吃野菜天婦罗呢 最怕它炸到里面油腍腍呢 连些菜都油了 今天这几款都很高质喔 咬进去里面呢 那些菜是不会有油益味的 都算是炸得非常之干爽 这只炸虾就真是厉害啦 平时吃那些天婦罗炸虾呢 一咬开呢 是那些透明的急冻虾来的嘛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镜头啦 这一款虾呢 是那些白色的实肉虾来的 就算它是急冻虾呢 我都觉得吃得挺开心的 好像饱足感好些 还有新鲜些 好 之后我们再叫了 几款烧物啦 其实都是三款的 那就叫完了 那这个鸡翼看起来都挺英俊的 平时放题吃的那些芝麻鸡翼 那些味道是一色一样的 那这里就没有了 只是加盐而已 但是吃到里面的汁是很丰富的 只靠我盐一调味已经很好吃了 真的不需要再压外点什么醬 这个京都迷你甜青椒呢 看上去是不是好像那些辣椒仔 不过它一点都不辣的 这个很好吃的 然后就到你最喜欢吃的盐烧豚腩肉了 是啊 我就是喜欢它够肥的 大家看看肥膏多厚 那个油香是很厉害的 真的好吃 咦 这个炸鸡是叫Fumi炸鸡 它将自己的招牌摆下去 那不知道出来的效果又如何呢 它摆得自己的招牌下去 我想是因为这个菜式比较创新 这个炸鸡外面是裹了一些香草 那我吃下应该是Rosemary 那你炸鸡很少配Rosemary 但是创新还创新 我自己就觉得不太适合 那我那天就不是太好菜了 吃了炸鸡 外面的炸粉是一大块的 那应该是炸的时候 它没有拍一拍拍走多元的炸粉 那吃下去的口感就会有点怪了 那如果你是经网上订位 给了200元订金的话 就会每一位都送一个卯丹虾和甜品拼盘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只卯丹虾 它的头很大 不过身就很小的 很多台都是一开始它就会上的了 不过可能我们那台就忘了上 那去到last order的时候 我们就叫它送上来的 不过那个虾就不是特别好吃 有少少腥味 比起刚才刺身那些海鲜就差点 反正都是last order 我们就叫主菜 你就选了这个迷里蒲烧鸡鸡当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它的饭量是不错的 少少的 然后鸡鸡比了很多 那大家都可以看一下画面的鸡鸡 它是非常之厚的 即是不是那些薄一点 是没什么口感的 它是非常之厚肉的鸡鸡 但是呢我就觉得它 不知为什么很弹牙 还有里面的脂肪含量很多 在整餐最后吃这个好像有点滑 我那天就吃不完 就给了很多理了 那你这个吞奶鱼丹又怎么样呢 那跟鰻鱼丹一样 分量都是小小的 真的一只手握着 大家看到 我们平时就比较少吃这种 免治的刺身丹 那我们都其实不知道 怎样为之好吃 那这个吃起来没什么腥味 有一些葱香 我觉得OK啦 到最后就上了这个甜品拼盆了 有些干冰感很漂亮 是啊 很多人都立刻打卡 那有两款水果的 质素都不错 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呢 就是这个柚子味北海道牛乳雪糕 它本身不是全个都是柚子味的 它的底部都是牛奶味的 但是它里面就会有一些柚子的碎粒 我觉得这个呢 是会比整个都是柚子味更加香浓的 咦咦就吃完了 这一餐收480元一个人 你自己觉得吃不吃啊 我觉得都挺值的 起码在菜单上狗吃的东西 我们都吃完了 而那些食物的质素也是很高的 除了炸鸡我们觉得一般之外 其他食物其实我们都赚不绝口的 是啊 你不要看菜单上的选择好像比较少 其实你平时吃的放题 选择看似很多 但其实中间很多食物都是批回来的 是一些一丝一样的味道 那这里你就很明显吃到它是用心制作的 不如吃少一餐叉的放题 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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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里的侍应服务态度都不错 是啊 虽然那天人都不少 但都没有扭单的情况出现 而且他们来服务我们的时候 非常之好的态度 都会打个招呼 然后我们下单之后 又会重复一次我们选择的东西 去帮我们double check 我觉得那个态度是非常之好 是值得一赞的 而且480元再加1 这个价钱是吃3个小时的 我们连吃连拍摄 都是吃了两个小时 九个小时就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很充裕 是会比平时的放题很多 其实我们都很久没吃过放题 现在吃放题好像只是为了 塞饱肚子 其实食物质素不高 那些座位又迫 那这里 情调不错 服务不错 食物够高质 我觉得也是值得推荐大家来吃 大家如果星期六日有时间的话 不妨考虑下来这一间Fumi 试试这里的高质素日本放题 好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时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